這個國家安全的香港的警務處副署長 叫做簡啟欣 他在7號接受一個電視訪問的時候 表示要加裝這個秘露電視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是不是怕別人那些軟對抗之類的呢? 是的 學生 這個警務處副署長簡啟欣 在一個電視節目說要加裝很多 全社會加裝這些閉路電視 就是CCTV 我們叫做攝錄鏡頭 說這個對於整體社會和國家安全有好處 這個說話說了等於沒有說 你家裡裝個閉路電視可以用來防盜 所有人都知道的 你不是防盜 你用來做什麼呢? 防盜就是每一個人都要 不理你任何的意識形態 任何的社會 所以你說加裝閉路電視對整體社會和國家安全有好處 就是說給全世界知道香港是媽媽是女人 天天都要說這句說話 當香港人白癡 其實這個是表面理由 實質理由 也是數碼監控 因為他說還有軟對抗 還有人呢 搞黃色市集 還拿回幾年前 楊川拒本 已經定罪在坐牢的了 被告 他還拿回一些舊市的東西 就快變成史前的資料都拿出來說 就是說他都沒有話可說 黃色市集 停了很久了 還有最新的打擊器官捐贈 打擊器官捐贈就是有人擔心香港會變成了 中共在香港 現在香港是和大陸可以 器官移植資料是可以交換的嘛 有人擔心香港會變成了活摘器官 或者很多人無端端失蹤 被人看中了這個年紀 這種血型或者這種體質 要拿個器官 有人質疑 你現在香港會不會和大陸 加上一堆啊 你大陸已經活摘器官 對法輪功的學員和其他的百姓 造成的禍已經美國政府 美國國務院已經通過了保護法輪功法案 就是去針對活摘器官打擊異見 是要懲罰這些官員 你現在香港有人質疑 這個簡介欣就說 這些是軟對抗的例子 實際就是製作恐懼 實際簡介欣是無中生有 又說由自及輕 輕去哪裡啊 自身矛盾? 這個政府說現在大家一起搞經濟蓄民心 大家一起發財 大家一起接待多些遊客來香港 社會現在很穩定啊 為什麼現在又說要搞這麼多CCTV 其實他們說的自相矛盾說話 根本香港不是由自及輕 是由自及衰 經濟一路衰落 沒有起色 這幫官員 搞經濟就無能為力 搞監控 就非常下力 為什麼? 原來他利用香港社會 還有人擦邊球 實際有些人不服政府 甚至他現在好像針對建制派 藍營 藍營 就是相信共產黨那幫人 就是現在香港那些 2019年說要打倒黑暴 支持警察對抗黑暴分子 而這幫人支持政府 現在都會被政府搞CCTV 閉路電視進一步 在恐懼之下 是製造恐懼 令到香港整個變成一個白色恐怖的社會 這種白色恐怖是中共最擅長的 因為加強安裝這些CCTV 是令到香港真正新疆化的開始 新疆化 是全天候 無死角 不單止安裝閉路電視 就是數碼監控 手機監控 是全社會無死角覆蓋 現在搬來香港了 為什麼說搬來香港? 原來它說一年裝兩千步 每年裝兩千步 我初初以為裝兩千步就搞定 不是啊 每年裝兩千步 十年就裝二萬步 可能不止兩千步 說是說兩千步 這個數字一定是低估 香港可以告訴你 經過不知多少年之後 可能全香港有數以十萬計的CCTV 就是跟新疆差不多了 其實這些做法 是將香港變成了一個 中共絕對監控的城市 再裝多些這些東西 就只會給人感覺 香港是向全球發出旅遊警告 來香港 你是無所屠於中共的監控 這種這樣的 不惜侵犯個人私隱 也都是將很多無關重要 或者是無關政府、警察、管治的個人資料 都收納在中央控制之下 其實是在幫助中共 在做著閉路電視的產能過程的消費 香港幫忙消費、幫忙安裝這些 因為大陸的一些產能過程 包括CCTV 這次安裝的是什麼? 是在新疆有份搞維穩 參與了種族滅絕的科技工具 那間公司叫做海康威視 是用它的鏡頭 現在已經被美國制裁了 產品這麼多 今天找些人來香港 其實是幫助中共消化這些過剩的產能 這個海康威視 它那個產品是西方認定 是中共維穩的最重要的高科技手段 它已經進入了美國制裁的黑名單 已經很久了 現在香港不管 不管 要初步 在今年5月已經申請了近3.5億港幣 就要3.5億 不止3.6億 用來建立儲存證據的中央數碼影像平台 還要加入人念識別技術 不只是影你 還有人念識別技術 新疆那一隻 是海康威視 全部都是人念識別技術 那就是說 每一個香港人都被中共監控 就是等於是 完全全從這個 新疆的搬過來香港這樣 沒錯 誰不知 現在解放軍的 香港解放軍 駐港解放軍的總司令 就是從新疆調過來的 嗯 很大問題 很嚴重 這個這樣的情況 是下一步 為中共建立香港版的社會信用體系 是鋪路 是打前哨 鋪了數二十萬計的 海康威視或者同類產品 到最後就要在香港 建立社會信用體系 以後 凡是港共政權認定那些 可以人士 未必是政治意見的 總之可以人士 他連買機票 連搭地鐵都不可以去 因為有社會信用體系之後 人人都計分 每個人都入了數碼監控的黑名單 你每一個人 你有個信用的分數 例如你有沒有交稅 例如你有沒有交罰款 例如你給政府扣了多少分 扣了低一個分之後呢 你不單止搭不了地鐵 更加不要說搭高鐵 你買一張機票都不能賣 甚至你的電子荷包 將來香港 港幣會數碼化的 就是等人民幣數碼化 來到香港數碼化貨幣之後呢 這些荷包都被人清空的 是啊 如果買不到機票 就是出不了國啦 出不了香港啦 是不是啊 所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就這樣 這是中共的數碼 數碼監控 是無死角 新疆已經做了第一批的實驗品 已經做了十幾二十年的了 所以新疆的那些 黨委書記陳全國等等 已經被美國制裁了很久了 被美國政府 被美國國會制裁了很久了 現在輪到香港 嘗試新疆化 接著下一步 不出十年 香港變成一個社會信用體系 所有香港人 你要乖乖聽Big Brother的說話 因為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你的分數 你在鏡頭下面 你在人面識別的系統下面 你的分數在那裡 在移動計數 一不達標 你飯都沒得開 這個荷包已經被人清空了 不要說你買不到機票走路 你去用荷包或網上想購物 你想網購 都是 不可能 no 跟大陸一模一樣 死了 比大陸更加厲害 而且對這個親近中共的人 是更加之嚴厲和危險的 不要以為藍絲 以為讚共產黨 人家就放過你 不是這樣的 誰親近他 他對誰最惡最厲害 因為親近他 那他就有機會抓你了 是啊 他就有更多的機會去說你 這天不對 那天不對 總之你一個逗號 貴號不對 他都會抓你的 是啊 有這樣的電子操控 共產黨現在進入了數碼極權 這個是數碼極權的新方向 現在西方也都很擔心 中共不單止在大陸 在香港 在澳門實施數碼極權 是將數碼極權去放到西方世界 為什麼這麼說呢 華為就是數碼極權的先頭部隊 比亞迪這些電動汽車 亦都是數碼極權的工具 是最佳的乘載器 因為每一輛電動汽車 就等於一個流動的iPad 所有數據是可以中央監控 將來發展無人車 無人車為什麼可以行駛 就像地下鐵路 香港地下鐵路呢 是沒有司機的 是中央監控的 將來 有地下鐵路也都有無人車 無人車就是等於地下鐵路的公路板 那就是說 所有的車在街上 都是一個監控工具 你坐上一輛無人車 是等於你坐上地下鐵路 周圍都是由你家出發 去到地下鐵路 在車廂 你都是無時無刻 不比這些 無時無刻都是比這些 CCTV監控著 人念識別技術在掃描著你 你的每一步 甚至你走去找你的情婦 或者找你的情夫 監控者一清二楚 何良某有這樣的行為 撞下那些影像 你想參選議員 爆你的黑幕 Lily 你說 而且所有的數據 而且所有的數據 是即時送中的 因為他們是聯網的 所有的數據 即是說等於中國 他等於中國的直接監視 沒錯 直接在香港已經可以動手了 不用回大陸 香港可以動手 不過他會和大陸的國安部 去分享諮詢 那你死吧 就是big brother 一個在香港的big brother 贏一個在大陸的big brother 都是照顧到你無微不至 然後你又動彈不得 肯定啦 如果他是直接接條網線過來 直接他自己看就可以了 都不用經過你香港特首的 什麼什麼 都不用了 直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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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口線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現在明白 為什麼新疆種族滅絕 文化滅絕 被西方這樣針對中共 要懲罰中共 制裁中共 因為知道這些數碼極權是極恐怖 不單止在中共控制的地方 就算西方 他都準備擴散這些數碼極權的工具出去 華為已經被人識穿了 所以華為現在在西方 基本上的主個國家都不行了 然後電動汽車下一步 然後你家裡的那些監控鏡頭 十之八九都可能是大陸做的 你家裡用那隻路線 十之十可能百分之八都是大陸做的 全部都會進入中共的數碼的天羅地網 怕不怕? 所以香港人很怕 那怎麼辦?學生 你覺得怎麼辦? 怎麼辦? 就是大家一定要揭露中共這些 惡行 這些暴政 第二 不要和流合污 第三 不要認賊作父 明明是你殺負責人 你怎麼可能當他是你的朋友呢? 中共就是49年之後 中華民族的殺負仇人來的 他毀滅了中華文化 還要利用中國人幫他做奴隸 世世代代代 現在還升級到蘇馬極權 你說是正常人 怎麼可以和他一起玩呢? 難道你short了嗎? 你和一個這麼暴惡 這麼殘酷的非人 混在一起 你也是非人的了 所以一定要切割 能夠走的走 走不了的 就看著辦 你知道自己應該什麼時候做什麼 什麼時候不要做什麼 或者在香港那些人 你要知道這些資訊 他走勢就是這樣的 他控制人是不會計人性的 他是沒有人性的 所以這個香港真是 中共全部控制了 香港人慢慢肯定是走得好像 新驚這樣的樣子 甚至是被新驚更加嚴厲 為什麼呢? 新驚他就在他們自己的掌控之下 香港人為什麼要更加嚴厲呢? 因為香港人是國際的 他們受到國際的教育 西方文化的教育 所以他們知道香港人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危險 所以他們會這麼嚴厲 而且甚至是被這個新驚更加嚴厲的 可能是這樣 何先生 看有沒有補充 沒錯 同意你講法 是 看有沒有補充 差不多了 今天講這三個話題都講得很透徹 多謝各位網友收看 多謝Lily的採訪 你提出這幾個話題都很及時的 都是要提醒香港人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數碼監控 大哥大天天關顧你 那你們自己要想清楚 前路如何走 在香港那些人 是 如果這個中共存在一天 就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威脅 所以這個 沒錯 大家要清楚這一點 好的 多謝大家 多謝何心 我們下星期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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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